跨过婚姻靠谱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许 咱们今天来聊聊天吧 昨天接到一个粉丝的一个 跟粉丝聊天吧 上面求主 大家先听一段 我俩生活在一起六年了 去年十月份刚办的中国结婚证 去年办的结婚证 今年说他想回家看看他 看看他父母了 他说有了小孩 老挝那边举办什么酒席什么仪式 今年五月份 我给他买的机票 给他一万多块钱 他就回老挝了 回老挝以后了 期间两个月还联系 想我要钱 我一直给他 后来九月份 十月份打电话 他也不接了 他给我打电话 除了要钱 就是要钱 没有别的 也不给小孩打电话 到了十月中旬 他就说我要跟你离婚 我也闹不清楚怎么回事 后来我听别人告诉我 我一个老挝的好姐姐 他告诉我 他在那边找了一个 和那老乡 在那边找老婆的 找了他 大家听到这里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六年 就因为 他老婆回来 办酒席 办孩子的酒席 几个月就在这边 现在找了一个河南老乡 据这哥们说呢 他给这个河南老乡 要采领是十五万人民币 河南那个哥们 当然是我老乡 我估计这个哥们也不知道 他有婚姓 并且已经和中国人结了婚 并且还有了孩子 十五万人 哥们 你有个十五万人 你在中国找了个婚 不行吗 再加上 大家也看到 我现在办结婚证相当困难 真的相当困难 上个月来 是一个政策 然后这个月来 又一个政策 我昨天跟阿丽去了 去完之后 人家说 你这个资料不全 缺一个资料 就是让村长盖章 不是阿丽的村长 是我们村长盖章 然后 我又给我们村的村长打电话 就搞了个信件 盖章 证明我是本村的人 就这一个 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刁难 其实这些政策 有护本 有护照 还有身份证 以前也有村长的签字 还有村里边的签字都有 各种刁难民 真的是各种刁难民 就跟这哥们儿一样 这个粉丝哥们儿一样 生活六年 现在又要面临着就是 离婚 跨国婚姻真不靠谱 结婚很难 离婚更困难 他离婚 他还得 你还不能在中国离婚 你还得把这个女的调到中国 或者说来这边 也要通过各种手续 相当麻烦 还有就是咱们来这边找老婆 人家没有惨离这些说的 你们到好 来了之后 直接给15万 什么概念 来这边找老婆 一定要打听清楚 这个女的有没有婚姻 有没有跟中国人结婚 千万不要放上当受骗 就像这哥们儿一样 现在是进退两难 起诉吧 孩子没妈了 当然 起诉你也要等时间 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说 河南这个哥们儿 把这个15万 再给了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拿了15万 不理你了以后 我看你怎么办 跨无婚姻真的有风险 大家一定要慎重考虑 慎重慎重 再慎重 尤其是在这边 那你说人家女孩子不是问钱 人家问啥 人家也想要更好的生活 还有就是 这个粉丝哥们儿 跟我联系这个粉丝哥们儿 他既然半久了 你为什么不跟着他来呢 你跟着他来就没有这些事了 他就没有机会去接触别的男人了 也不存在什么介绍婚姻的 把你老朋友介绍给别人了 我估计我那个老乡也是受害者 估计她现在还蛮蒙在鼓里那儿的 都不知道 这个女孩已经结了婚了 并且已经在中国办理了婚礼 还有了孩子 大家也给这个哥们儿出入主意 到底是起诉他呢 还是说劝这个 劝他老婆回心转意呢 当然我 咱都是劝 劝何不劝不劝离人 我也希望这个粉丝呢 尽量的找到你老婆好好的鞋上一样 看一下两个口气到底哪里出问题 因为 因为 现在必定来说有个孩子了 离婚对孩子 影响相当的大 我就是一个 离留婚的人 比起孩子的孩子 影响特别大 现在我们今天先给他 先给他恭喜到这里 明天再给他恭喜到这里的长生果 等一下还要去那个 还得去办理证件 本来计划的是 当天来晚上 当天走的 结果又困在这里 今天看能不能办好 如果说办不好的话 我也要学别人 赶紧办理老婆结婚证 因为现在中国结婚证 办理中国结婚证 光他们这边都能把你卡死 可以说各种找你麻烦 各种的定在你 大家感觉 还 大家现在还感觉跨过婚姻靠谱吗 拜拜朋友们 咱也在评论区 给这个粉丝朋友们出入主意 看到底怎么弄 是和 还是起诉 拜拜